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人受伤的话 那就是进行交换资料 那你当然是可以打电话给警察 那这个部分呢 有些人就会说 打警察 警察他不一定来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警察他会知道说你是不是有危险 如果没有人身伤害的话呢 通常他们不一定会来 但是如果有人身伤害的话 他们会来 不过不管怎么样 你就还是就先打一通电话 就打给警察 那交换资料的部分有包含几点 你可以跟对方交换他的姓名 驾照 保险公司资料 他的联络电话 那我这边想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你在交换联络电话的时候 你可以拿出你自己的手机 拨打看看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客人说他给我是假的电话 那你打过去的时候 完全就是没有人接了 对 好 现在手机又这么方便 出了车祸 大家下来如果说 第一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点 如果说没有这个 大家互相都没有受伤 我们来交换资料 如果有受伤的话呢 一定又要是打这个911啊 警察啊 或者是路边有人停下来帮忙 一定要再叫救护车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大家就来交换一些资料 现在其实很简单的 用手机拍一下车子怎么受伤 包括那个车牌号 你也不用拿笔钞 哪有 有时候小孩有时候可能也没笔 就用那手机拍下来 车牌号 他要给你他的这个什么registration啊 你也可以拍 你不用写 还有他的驾照你也可以拍 就像你刚才说的重要的是电话号码 你就可以说 哎 来 你给我 我打过去 对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提醒观众朋友 有些 我们有遇过一些客户是他正准备跟客户交换资料的时候 结果对方就开着车就逃跑了 对 所以如果你确定 你没有受伤 对方也OK的话 你其实第一个动作你可以先把对方的车牌号码记下来 拍下来或记下来 对 你有一点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强 那如果警察来了 有些客人也会跟我说 对方不愿意跟我配合交换资料 那如果警察真的来的话 他可以协助你交换这些资料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可能警察还没有来 然后这个人开车会逃跑 那你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用记忆也好 记下他的车牌号 或者是马上拿手机拍下来 对 对 对 这个车牌号码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当然还有目击证人 目击证人也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就算是你知道是对方的错 比如说对方从后面撞你 可是如果对方说辞改变的话 对不对 你也没有一个保证 所以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话 你也可以跟目击证人拿第三方的资料 那我这边想跟大家讲 不一定要在车祸现场 打电话报给你的保险公司跟保险经纪 你可以回到家 确定你人没有事了 休息好了 回到家把资料整理出来 那再打电话给你的保险经纪 说到目击证人 其实有一个 哪怕有一个也都很好 对 你有目击证人的话 最好可以麻烦他 等到警察来到的时候 他再离开 因为警察来的话 他如果需要做police report 他要做一个报告的话 他也会需要从第三方那边取得一些资料 那顺便再讲一下 这个police report呢 并不是像大家讲的一样 可能一两天就拿得到 警察通常需要七到十天 他才会提供这个资料给保险公司 所以他一开始只会给你一个号码 那你之后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跟他索取 那他也会直接提供这个报告给保险公司 所以大家不用这么着急 好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继续听Casey跟大家谈发生车祸 我们怎么处理 好 收到之后 欢迎您继续收看